你不认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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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啦 我没什么 我倒想问问你怎么啦 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跟着鬼子很快活是吗 你就这么恨我 那天我可是救了大茶子的命 被你这种人救了来的命 不要你爸 我能有今天 还得感谢你老爸 这儿的主色不错呀 哎 叫着玩笑 哎 哎 哎 我说 你这一路上拍呀拍呀没完没了 你心里不觉得烦的话 不的呀 找一张来 找一张 上次 大虾扒演县城的时候 你给我拍的那张我还后悔着呢 你们拍的都那么神奇 我在中间啊 跟傻子一样 以后别给我照相啊 我不整这玩意儿 不照就不照 不照你 我照 停的哥 哎 马上 对 别追 有猛兽 别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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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猛兽 别追 别追 别说 张大哥 没事吧 没事没事 就是没枪 你要有枪还怕他 中国 再来一遍 中国 我们伟大的祖国 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 但是现在小日本 要来侵占我们的国家 面对侵略者 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不但要强健自己的体魄 锻炼自己的意志 我们还要学习文化 来武装自己的头脑 这样才能把侵略者 赶出中国 讨厌啊你 小老头 小老头 你干啥呢 为什么不听课 老师 啥是侵略者啊 你这就是侵略者 原来立功的小辆头 是侵略者 俠人 俠人 你不是侵略者 我不是侵略者 我不是侵略者 日本人才是侵略者的 小辆头是日本兵 你说谁是日本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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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日本兵 住手 住手 如果谁不好好听课 就受处分 孙队长 政委让你去一趟 你们都听好了 今天我是批评教育 如果以后谁上课 再不遵守规律 就处分的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吗 清楚了 清楚了 你们回去都好好复习 下堂课我考试 解散 好了好了好了 啊 是 是 是 马也丢了 肚子也叫了 孙朝阳啊 怕是更找不着了 那说不定 也许啊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有鬼子 快隐兵 快 快 出来 出来出来 不出了开枪了啊 快出来出来 快点 你们是干啥的你们啊 你就别装相了 听你的口音啊 就是东北人 干嘛传鬼子的黄皮啊 看你们这鬼头鬼脑袋 是不是日本密探呢 我们可不是日本密探 我们是找 找什么找 找饭吃 饿得不行不行的了 我看你们几个兄弟啊 我看你们几个兄弟啊 肯定是打鬼子的 我说实话啊 我们是来找 打日本的队伍 当兵抗战 你们想当兵 这一心呢 把你们领到地方 你们抽空跑了 报告日门鬼子去 对不对 哎 行了 行了 你们是山林队的 就带咱几个 上去对对马子 要是孙朝阳的部队 那我们就找对人了 你真想找孙朝阳 那当然了 我们就是投奔他去的 什么东西 哎 你挂的什么玩意呢 是 那什么玩意 什么什么玩意 这叫照相机 行行行 家总 通通都一家回去 走 他们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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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机 相机 他刚抓着的 咱们 他们说来抗日的 你的 我的 你爸是干什么的 这么有钱 给你玩这么一个 稀罕了 开买买的 公子哥 想堂日 当然了 说了半天 你们到底是不是 孙朝阳的队伍 一个公子哥 犯得着抗什么日 这家庭 抗日还分三六九等啊 不想当王国奴 就得抗日 这个道理连我外甥都懂 说得好 你 你 留下 你回去吧 这仨一块来的 你要他们俩 不要我 这不让我上干火吗 我看不上你 不要你 你回去吧 你俩 你走你就走 罗涂什么 那不行 你得让他留下 他不留下 我俩也绝不会留下 对 还挺仗义 我和你们两个说 他不能留下 你们两个 也都不准走 参谱长 你别看我这人 长得不起眼 可我啥都会干 你有个脏活累活的 洗个衣服做个饭 擦个枪 扫个院子 我都行 你这张嘴啊 真能磨叽 去马会吗 会啊 会 干草精料 保准没貌 你交给我 你带他去喂马 给他们弄点吃的 好 你俩去火房 以后我去马棚 走 好 小兄弟 你们到底是不是 孙朝阳的国家 那有解了 刚才那就是我们参谋长荣业 你呀 还是回去喂你们马去吧 小兄弟 你们还别笑 想当初 那孙悟空啊 刚到玉皇大帝那儿的时候 也是喂马的 避马温 我跟西天大寿一个价钱 这是个好招 真能白货 有点意思 咱们可是兄弟老 咱们在一起啊 逗个圈 解个闷 不说不笑 不是拉脑 你看看老哥 给你亮亮把势 看看像不像一个 喂马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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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好 一 空 不 告 再来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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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好 好了 你一夜都没喝眼了 你还是睡会儿吧 我不困 丙城他们还没回来吗 没有 我一直在外面等他们 可到现在 两个人样也没有 好了 你去吧 我倒完水 是 你说 丙城他们不会有什么差错吧 余队长按您的计划行动 肯定不会有事的 您别担心了 还是睡一会儿吧 政委 打住团所的战斗 进行得非常顺利 我们还搅和了 大批的枪弹跟吉亚 你的脚怎么了 回来的路上 我碰着截道的了 谁截道 有一伙原东北军的残部 他们自称是马团跟赵团 他把咱们搅和的东西 全部留下了 而且把咱们的人 还全部扣押了 为什么 他们说 是咱们闯了他们的地盘 那我当然又跟他们说理了 我话还没得说呢 他们上来就给我一顿揍 还说 这不白打你们 你回去告诉杨静宇 这人跟东西 全是我们的了 你说是马团 臭团 我好像听说过 他们也是一支 抗日的队伍 抗日的队伍 也不能这么不讲理啊 政委 你再给我派几个人 我回去把他们端了 不行 你看你的脚业都肿成这样 你在家里待着 你干啥去 我去看看去 不行 政委 他们这伙人跟土匪似的 杀人不眨眼 我跟你一块去 你脚伤成这样 在家里 杀人膏药 余队长 你放心吧 我和郑美去 保证首领的安全 阿贵 先别忙了 歇会儿吧 你们哥几个 又来听我讲鼓来吗 接着讲啊 昨个不说到 窝寇来了一万多人 光是船就往海站忙 那海边老百姓 全往浪 就是 你才讲到这儿 就来个下个分级 闹得我半夜 我没想要叫 就是 这就叫 看三国掉眼泪 为古人担忧 好 那咱接着讲 好 这个窝寇 虽然个儿不大 但是性能 撤凶 一人一把长刀 刚好 风快 平常啊 三五十个倭寇 就能把明朝的兵 给吓跑 这回啊 来了一万多人 一万 这帮贼 胆子就更壮 就想着啊 一下子把沿海地区啊 抢光杀光 你们猜 怎么着 怎么着 这回朝廷啊 派的兵可不是一般的兵 那是契家军 契纪光的部队 就跟宋朝的岳飞 岳家军一样 打仗个儿顶个儿 是啊 那么厉害啊 对啊 这个元帅契纪光啊 还发明了一种 袁阳镇 十二个人一个队 长短家伙都有 你不是刀块吗 我就不让你近身 在一仗之外 用枪捅死你 你要是走到跟前 我又小刺脑子 扎死你 这契家军一来啊 这小恶后 可就倒了没了 噼里啪啦 噼里咔嚓 哎呦妈呀 这挺杀的 杀的是连滚带爬 一万多人 就剩没几个 死的死 伤的伤 好 咱们长 咱们长 多懒是吧 李团长 他们说什么呢 他在讲七级光 打窝寇 说的是古代 打小日本的事 那也别摆坏了 赶紧转移 怎么天天转移一下 军事秘密 瞎打叫什么 是 是 走 你们凭什么绑我们 这是我们游击总队的杨政委 你们把他给放了 政委 好啊 政下要抓你呢 你一道不请自来了 你们要是敢等我们杨政委 一根手指头 我们游击总队拼了你们 可以啊 冷静点 你们把他给我带回去 走 放开我 把我们游击总队放开 二位团长 我听说你们是抗日的队伍 我杨静宇 南满游击总队 也是抗日的队伍 我们不是敌人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你是抗日的 可我怎么听说 你们是到处打土豪 分田地的红胡子 抗日是假的吧 派对和海龙游击队 哪个不是抗日的 就在前几天 我们还接了鬼子的三辆大卡车 押送物品的日本鬼子 全部被我们收拾了 这个 难道你们没有听说过 知道 那不是你们联络 大源自土匪队干的吗 联络土匪三菱队 正说明了我们是一心一意的 要抗日 就是你们二位 前东北军的弟兄 我们共产党 也会视为朋友的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 拧成一股绳呢 拧成一股绳 对 你们呢 假打鬼子 真投机 这住村所 本来是我们要去打的 也不怎么 就让你们得了这消息 想先去给端了 谁不知道那是块肥肉啊 你们上别人的饭碗里抢食吃 让我们喝西北风啊 原来二位是因为这个给我们有过节 我可以告诉你们 这是个误解 我们可以谈 以后可以增进了解 我杨俊宇手下 也有两千多号人马 我要真想到这儿捣乱 凭了你们 我干嘛不带人 把你们的几百号人围起来 那还不容易吗 我何必只来了两个人 随便让你们把枪给下了 任你们绑 任你们闪 这正是说明了我有诚意 要和你们二位交朋友 要和你们真正的拧成一股绳 一起打鬼子 你敢单刀附会 兄弟我佩服你 可你口头说自己是抗日的 那不行啊 你总得打几个漂亮仗啊 让我们佩服吧 我今天到这儿来 就是想找你们好好地商量一下 怎么才能打一个漂亮仗 让那些鬼子和汉奸们 闻风丧胆 抓紧时间通知下去 团结一山的长官 马上来开会 还不想做什么 快去 还击一山了 到司令们开会 是 你还傻愣干啥啊 有你啥事 干活这 听你的意思 是要对日寇有大的动作 对 我们绝不能让日本人 消消停停地实现他们帝国计划 什么计划 帝国计划 是日本人妄图把他们的势力 扩充了整个亚洲 乃至于称霸全世界 真不知天高地高 报告 大元的土匪武装包围我军注定 好啊杨靖 你说的比唱歌都好听 你不是单道附会吗 怎么把土匪都拉来了 姓杨的 我差点上了你的当 把他给我绑起来 是 这又是个误会 快走 围上 快点 不让他们跑了 都给我围上来 快走快 把他给我带出来 你们看看这是谁 谁敢轻举妄动 我就逼了他 我告诉你们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把我大哥放了 不然我扫平你们 让我逮着了 我非扒皮 挖心 点天洞 大伙千万别开火 请保持冷静 冷静 让他们撤去 说我打死你 把枪放下来 我后面还有支枪呢 用得着这两支枪吧 我会劝他们走的 说 你先把我松保了 松保 你跑了呢 我跑啥呀 我腿再快 还能赶过你们的枪子啊 给我解开 绝对你 老子元兄弟 告诉大伙 你们今天 知道我杨静宇摊上的事 能够出手相助 我打心眼里感谢你们 让大伙都退下去 先回去吧 回去 大哥 让他放了你 我们就撤 杨大哥 他们都要整死你了 你还让我们撞 他们不会杀了我的 刚才你没来的时候 我们家屋里 谈得好好的 他们不会杀我们的 二郎家 咱们来 是不是把这事 整扎着了 你别听他的话 你没看到先后 还给我拿枪的吗 哎 你把杨静还绑着呢 那一枪还对着她呢 别松开 我问你们 我们要撤了 能保证我大哥安全吗 我们保证 你让他们撤了 我们绝不杀害杨静宇 说话算说啊 不然 我这枪子不饶人 放心吧 你们撤了吗 杨大哥 那我撤了啊 你两个团长 挺好了 我大哥要有半点闪失 大员子绕不了你们 撤 撤 快撤 什么人 你 过来 你这枪可不张眼睛 图子都命不值钱 你们团长的克制 听我的命令 你们要把枪都放下吧 快都放下啊 这下我放心了 幸亏秉承留了个信 要不然这两个非把你害了 你说怎么惩罚他们吧 帮我算了 对 杨静宇 这就是你的诚意 玩阴的 我死都不服 把枪放下 你看人家把枪都放下了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官长 咱们现在可以好好地谈谈了吧 我先提提要求 行 提完了 你们再提 这样公平 事业之词 那还有啥好说的 我可饶你不死了 你总不能以怨报德吧 我们今天在这儿 不存在你死我活的问题 今天那件事 是你们挑起的 我本来就是想来找你们 好好谈谈 怎么来解决这件事 可是你们呢 把我们给绑了 现在我提要求 第一 你们扣的我们的人 必须全部让我带回去 行 我留着他们也没用 第二嘛 我们端掉 助存所得的战利品 你们应该如数还给我们 拿走 这就算完了 你们抢了人家的东西 又打上了人家 还要杀要把的 这账咋算 这件事就算了 钟禧 行了 别说了 得饶人住且饶人 这本身就是个误会 你们俩现在 有什么要求请说 我有一条 从今往后 你这人 不允许踏入 我们的地方一步 该有再犯 我们也不会客气 放心吧 这一点我们一定能做到 我就再信你一次 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各走各自路 好吧 既然你们这么说了 我尊重你们的意见 我本来是想和你们谈谈 怎么才能拧成一股绳 共同来对付鬼子 现在不愿意 我也不能强迫你 等以后 我们再找机会见面吧 还是不见得好 省得让我们再做埋伏 我为刚才这件事情 向你们道歉 杨大哥 小妹儿 咱瞎了眼 看错了人 走 走 妹子 撤 小鬼的追得挺紧啊 不少让我派人到北边去侦查 发现那里也大量地集结了日卫军 看来原先我们想往通河方向靠这条路 不行了 道有两条 一条是往南向珠河方向靠 另一条就继续往东 上张广材里 待会看看咱们走那条道 我看往南走好像比较好 东边是大山 不好走 还是往南吧 谁啊 你说说 我只是个副参谋长 还是请参谋长荣誉工 你来决断 荣誉 哪有你那么多的道道啊 你说你说 快说 一在下看来 张广财领虽然路途崎岖 但是他有路可走 要是向南靠向珠河嘛 就怕又遭一刀之军了 那就脚比马好干了 我看也行 报告 进来 报告司令 珠河方向 发现日军重兵 是不是冲我们来的 在我军营地十里外 停止前进 你看看 你看看 怎么样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事 看来我们现在是三面手底 东边方向 有没有发现日本兵的动静啊 报告司令 东边没有发现日军 下去 是 现在看来 目前我们只有一条出路 那就是继续往东 进入张广财领 司令 考虑考虑在下命令 我认为 日本的在我们后边一顿猛追 南北有兵力对我们进行夹击 只留下东边一条通道 没有发现敌人 我觉得 他们是布了一个口袋 在等着我们往里钻 李团长说的也有道理啊 那你们说说 我们是往南突围 还是往北突围啊 我这次来啊 是想要参加您的游击队的 就不打算回去了 太好了 欢迎你 对了 满州省委李书记啊 还有一件事要求我来转达 什么事 少贡国际师您知道吧 你说 您知道 中央红军里有一支少共国际师 共产国际和共青团中央 都想在东北地区 也建立一支反法西斯的 共产主义少年武装队伍 这真是太巧了 在我的队伍里 正好有一支少年战斗队 杨政委 您的工作 总是坐在前面 他们是战争的孤儿 没有家了 没有爹马 如果我们不收留他们 那就是死路一条 今后 我们的队伍 还会有很多 这样的青年人来 李书记这个想法 真是太好了 武装 老百姓敬咱们 小鬼子怕咱们恨咱们 几次争交 都被咱们打退了 现在三面包围 咱们就都没主意了 荣誉 你说说 有什么办法 您是司令 您让我怎么办怎么办 反正我们大家听您的 要是都听我的 那还着急你们来开什么会 都说说 你们到底有什么招没有 原先是想挽完去 现在难免给鬼子给堵死 真啥招给丢了 真是都没招了 那好 命令 全军立即转移 蒙东 张广财林 是 司令 这个命令不能下当 否则就是全军父母 一个小马官 你在干什么事的 敢阻挡司令的命令 我不想死 咱都别死 参部长 我来就是 避免大家去送死 我这好大鬼子 你给我滚出去 救你 你能救啊吗 对 那在满屋子里的人 只有我能救朝阳队 生死大心摆在面前 我就不客气了 先坐下 给大家慢慢说 你给我滚出去 我要是出去 这个朝阳队可真就完蛋了 你要想去送死 也别连累孙司令和弟兄 荣誉 你坐下 你个堂堂的参谋长 他就是一个小马官 他有啥玩玩藏着 我亮台也不敢吞下这镰刀头子 给他个机会 让他说说 咱们大家也听听 肉食者比 魏祖远谋骂 荣誉翁 咱们听听 听听下人的意见 也无妨 那你就说说 你到底有啥招 劫我朝阳队 目前的威决啊 来 从你们俩来的头一天 我看就像 可是我没敢认 今儿给我算是看清楚了 你们俩是 八雁游击队的吧 我以前也参加过 八雁游击队 只是时间短 去了几天 就在新港子的一次战斗中 被打散了 既然你都看出来了 我俩就不瞒你了 这不是游击队散了吗 我们就还想打鬼子 就跟着赵政委来了 孙司令这人怎么样 他人挺正派 打鬼子也挺坚决 只是缺少点谋略 现在队伍被鬼子 三面包围 他也没办法 开会想折呢 既然赵大哥能出头 就肯定没错 也不一定 孙司令啊 也不是这么 耳根子软的人 一般人的主意 他不一定听呢 我不让队伍往东 为啥 鬼子南北有重兵 为啥不立刻进攻 这是逼着我们向东 对 那为啥逼我们往东走 给我们准备一个口袋 让我们自己往里钻 一点不加 我告诉你们 这一带我很熟 前面四十里 就是一个两山加一沟的地方 叫兔子座 只要有几百号人 埋伏在两边山上 也就是有千军万马 进去也别想出来 山上像这样的地形 那可多了 说不定鬼子 在什么地方 扎一个口袋 他们围而不攻 就是让我们 进入像兔子座这样的地形 然后一个不胜的包园 这招 太损了 那你说东边去不了 西边有追兵 南北还夹击 那你说怎么办呢 目前 破阶围局的唯一出路 在于八个字 哪八个字 以功为首 破城结尾 以功为首 破城结尾 怎么个功 破什么城 回头进宫 拿下兵州 这 哪些 只有这一招 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这不是胡说吗 咱们就是从兵州 一路被追到这 你现在再回去 那就是去送死 北边南边 和西边的追兵 都是从哪来的 除了少量的是 从严寿和武昌来的以外 所有的追兵 绝大多数 都是兵州城里的日位人马 回头从兵州城里 追出以后 城里肯定空虚 我们趁此机会 杀他个回马墙 把兵州拿下来 他的几路大军 救他回来救兵州 这个时候 咱们在城里 失保了 合足了 没等救兵到 咱就撩杆子 可我们后面有追兵 回头攻打 兵州 那不是 正好撞到 他们的枪口上了吗 前面有个岔道 可以绕回兵州 明天咱们的队伍 就大张旗鼓地往东走 让鬼子以为 咱们钻进了他的口袋 然后 咱们从岔道 拐回来 这就叫做 出气不易 攻气不畏 大家说说 这个法子可行吗 我认为 行 我看哪 强 有风险呢 有风险 万一 宾州城兵力强大 我们打不过去 那问题岂不是更糟 哪个作战方案 能没有一点风险 我这个方案 风险最小 而且是目前 唯一可行的 谁还有更好的招 说来我听听 马当火马一 就这么办吧 司令 你同意我的作战方案 对吧 去试试吧 试试不行 必须坚定 就得这么干 就这么办 我还有个要求 还有个要求 什么要求 我必须担任这次行动的总指挥 其他人当都不行 司令 你看见了吧 这小子蹬鼻子上脸 他要当这个总指挥 我问你 你一个小马官 你凭什么当这个总指挥 喊什么喊 对 好好 我也有个要求 你是不放心 怕我干不成这事 当然了 几百耗子人 要是败了 那损失可大了 你 你 你付得起这个责任吗 我给你立军令状 这事干不成 我拿头来见你 翠小胆真大 敢拿命单吧 是个啥吧 我也用不着你写什么字句 要是胜了 我就提拔你当 当参谋长 要是败了 你就贴着你的脑袋来见我 我同意 好 我就让你当这个总指挥 大家听着 从现在起 这个小马夫 就是总指挥 他的命令 就是我的命令 谁要是不服 军法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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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找什么 快 快 快 后面的寺小 快 大福 船上役隊 既に東の山湾大林方面に向け 逃走しました なるほ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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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委李叔姐 特地让我转告你 这位李成仙同志 他到这儿来 就是当一般的大伴 先不要负什么责任 当然了 如果工作做得好 考验一段时间以后 您可以再做安排 嗯 我是非常羡慕 你们这些大学生抗日骨干 要是我们抗日队伍里 多谢像你们这样的人 我们的抗日武装 一定会更有战斗力 谢谢您的鼓励 不过 我们也有我们的确定 慢慢的 您就会知道 对了 还有什么事情 需要我向省委汇报吗 请转告李书记 我们一定会严格地 按照中央指示信的精神 尽快地建立起巩固的 抗日统一战线 另外 关于建立少贡国籍师的事 昨天晚上我们就开了会 大伙讨论得可热烈了 都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这对我们建立起抗日后备军 是个很好的计划 可是我们觉得 能不能把这个名字改一下 把少贡国籍师 改成抗日少年营 抗日少年营 对了 这个名字好 符合我们东北的实际 李书记如果知道 一定会很高兴的 好 希望您能够尽快地回来 再给我们传达中央精神 再见 再见 上船吧 好 我来 大远辛苦了 没关系 为了发日嘛 保重 保重 再见 再见 Baş 住手 有土匪 给我打 快 有土匪 快掉援军 快掉援军 援军 快叫援军 快叫援军 县长 县长 援军已经到了 有这么快吗 是的 我去看看 援军真的到了 兄弟们 给我打 隐蔽 兄弟们隐蔽 快进来的 快进来的 跑 还不可以给黄军开门 快给黄军开门 给我打 够打 快点 太孤不前来 金枪火力太猛了 咋办 不能到了 炸着他 太远了 炸 炸 起点动 出门了 救命了 救命了 是不是 怎么回事 不过 宋朝家 后来 出门了 走 回来 这边 坏 臭 死 快动 放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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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